這些程式都是同學遇到 因為最早 其實我們剛剛有上的時候還沒講到這裡 同學就會想到 老師那居然 既然可以 把檔案分出去 是不是可以把它合起來 我想說對可以合起來 就會把它寫一寫 就寫出來了 然後呢 當然還可以再修改 裡面還有些地方可以再讓它更完善的 不過我的邏輯都一致的 就是說 程式寫完那寫哪些東西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這邊有哪些是重點呢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要把這一些 通通都合併起來的話 那我需要怎麼樣 需要第一次 先開一個 對假設我先開乙班 開完乙班之後的話 它勢必是怎麼樣 假設我開一個乙班 開一個乙班之後的話 那假設我第一個一定是 先把它另存新檔 好 所以我的邏輯是這樣 我如果開啟它之後 我看一下我這邊 open它 open這個檔案 然後判斷說它是不是 第一次 被開啟的 如果是第一次被開啟的話 我需要做什麼事 先做copy 所以我要判斷 所以我要判斷 那怎麼做判斷呢 這邊有多了一個 我用簡單的判斷 你可以用那個 布林 布林值也可以啦 不過我是用 1 用一個數字來 來表示 if 因為我要 敘述說 這個是不是第一次被開啟 所以我有加一個i 那這個i的話呢 它預設值一定是沒有 沒有東西 所以呢沒有東西的話呢 那勢必怎麼樣 他到這邊的時候 他會進到這邊 就是說我開啟 第一個檔案 那用什麼方式去開啟 用那個剛剛講的 Do while Do while 他會自動去DIR DIR哪個路徑呢 DIR這個我剛剛的 這個工作表 就是幫我去找 這個我想 跟前面刪除一樣 一個路徑 一個名稱 去裡面找 找到第一個 幫我開起來 那開起來的語法 這個我想很簡單 就是 workbooks 點open 給他一個路徑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跟剛剛前面 的觀念上 是一樣的 可是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要面臨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如果你是 第一次開啟的話 那就是怎麼樣 就是 幫我複製一個 新 有沒有 Copy 實際上就是新一個 活躍部 然後做什麼 另存新檔 Safe as 跟前面一樣 存到哪裡呢 存到我這個工作表裡面 名稱我叫做全部好了 表示說這裡面是call全部的東西 好 然後呢 特別注意 這邊有個什麼 I 等於 一 是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這邊的 因為呢 第一次 他一定不會等於一 可是呢 第二次 等於是他已經等於一了 他過了 就是 我這個敘述 這個邏輯 主要就傳達說是不是第一次 被 開起來的 所以他如果等於一之後的話 那底下一定是 就是 就是 不需要再 開新個檔案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恐怕 同學比較會有問題就這裡啦 為什麼這邊有個等於一呢 因為他已經開過了 所以我把它等於一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因為我自己寫了啦 因為我寫作的習慣 就是我自己好理解的方法 當然如果說你覺得這不好理解 你可以改成你覺得比較好理解的方法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檔案給關掉 關掉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叫 其實 active workbook.close 好像也OK 因為 現在正在被開的 這一個 好 然後呢 或者說你給他一個檔名 關閉也可以 那就把他關起來對不對 關起來之後的話就換下一個 所以下一個跟剛剛那個DIR 有沒有 一樣嘛 刪掉下一個 一樣 現在不是刪掉下一個 現在是要再開下一個 所以取得下一個的檔名 然後loop就回來這邊 然後呢 去開啟下一個 那因為這邊已經等於一了 所以他不會跳這邊的 不會再產生一個新的活躍部了 而是直接怎麼樣 把 你之前 你後面的東西 就是call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call到 如果已經有了這個檔案的話 你就call到什麼 這個workbook 有沒有 這個名稱 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workbook的後面 第幾個 第一個 的後面 after 所以 這一行主要是什麼 幫我call到 那個 剛剛的那個活躍部 的什麼呢 的後面 那哪一個後面 第一個後面 這邊給他一個1啦 但如果說一直 應該是都 第一個 所以一直會 滴滴滴滴 所以一直 一直放到後面去 再來的話 再來把那個檔案給關掉 所以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所以有這樣跑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會建立什麼呢 我們來跑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的觀念是這樣的 所以 路徑 那抓到一個 抓到什麼呢 抓到一個是 丁班 對不對 看一下這個 我現在有一個 OK 抓到丁班之後的話呢 然後把它開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丁班已經被開起來了 接下來的話呢 他一定是 進來一定是5嘛 對 所以一定會進到這邊 把它 copy一個新的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丁班已經 本來是 本來是一個檔案 我額外再開一個 新的工作簿給他 並且另存新檔 存到 有沒有看到 這邊這時候有多一個了 那 I就等於1 就表示說 已經開過了 不要再開了 不然會變成 又多一個了 又多一個 很多個檔 不對 所以close 那就把什麼呢 把剛剛 Safeless那個 丁班 關掉了 關掉之後換下一個 然後就 DIR換下一個 DIR的話 就抓到是 丁班 OK 丁班這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 邏輯因為我 I已經等於1了 所以他 不會進到這邊 也不會再產生新的 活躍布了 所以 會到這邊 然後把它 把它 copy到後面去 所以記得 以後呢 關鍵應該是 這一行 這個部分 如果說你要把 某一個 這個活躍布 call到另外一個 活躍布 另外一個活躍布的 後面的話 就是這一行 然後把它關起來 所以以此類推 全部跑完之後的話呢 13個 有沒有 13個班旗 那假如說呢 所有的導師的資料回來了 我要把它合併為一的話 最後記得喔 Close 後面記得喔 要加這個參數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參數會怎麼樣 他就不存檔 關起來裡面都 就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特別注意喔 後面請你加一個參數叫 Safe Change 等於True 其實相關的那個 參數 如果你不知道在那個 Close上面按一個什麼 按一個 F1 裡面就有一個叫 Safe Change 等於True OK就會 預設子如果你不存檔 False那當然就會有 有錯誤OK啦 把它Safe 等於True 等於True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存進去了 結束掉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那當然最後 來看一下 全部裡面 有沒有我們要的東西呢 打開來看一下 全部裡面 OK 丁斑 然後它一直跌跌跌跌到這邊來 所以你會發現 全部的東西呢 都進來了 那當然呢 將來如果說你要再做後續處理 也是一樣吧 所以 可以分出去 也可以合併回來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蠻方便的 所以你把這個功能做完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處理完 就可以送比如說教務處 校長看到 他當然全部可以看到 可是個別老師是看到個別的資料 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 我的那個程式碼部分 一樣是放在 雲端上面 這邊有一個程式 OK後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細節部分的話 其實這邊也是一樣 只要 牽涉到那個 檔案的部分的話 都 可能都會用到 Do-Fi迴圈 Do-Fi迴圈 所以Do-Fi迴圈 這個對各位來說當然是比較新的東西 不過你可以把它當成像 Fall迴圈 Fallness 那他這個叫Do-Fi迴圈 只是差別是說 後面 Fall迴圈後面是一個起 起氣值 就最後會到哪一個結束 結束的話是最後那個數字 那不過呢 這個 Do-Fi迴圈後面是一個條件 如果為Fall的話就跳離迴圈 為Tru就進入迴圈 那觀念大概是這樣子